十大名画中,磅礴大气的千里江山图 怎么在提拔处被写成丹青小景了呢? 还有就是台北故宫还有一幅千里江山图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是华晓二,今天来聊王西梦的千里江山图 本期后面涉及的内容可能会改变你的固有人知 请记号安全带,咱们上车出发 按通常记录,这幅画是宋徽宗时期 18岁的天才少年王西梦所画 他最早是考入了汉林童汉院 学了几年的画,都不是太理想 但宋徽宗觉得他是个人才,就亲自调教了 你别看宋徽宗当皇帝不怎么样 但是论起书画的功夫呢 在历史上也算是一等一的高手了 果然是名师出高图,经过半年多的指导 王同学呢,便画出了这幅矿石杰作 千里江山图 召集随即就将这幅画赏赐给了当宏的大权臣蔡经 这个故事呢,也是来自于这幅画蔡经的提拔 但是拔文中写的是西梦 那怎么现在被称为王西梦了呢 这个呢,咱们后面慢慢的解读 这幅画现存于北京故宫 是一个将近十二米的长卷 是清明上河图的两倍多 绝对算成是大手笔了 你会发现这两幅虽然都是国画 但是画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是花花绿绿的 一个是纯墨色的 诶,这就涉及到中国山水化的两个门类了 分别是清绿山水和水墨山水 清绿山水呢,就是用矿物质原料 湿青、湿氯、墨成粉末绘制而成的 水墨山水呢,就是用墨汁掺水化成的 清绿山水起源受到了西域的石窟佛教化的影响 在前面视频墨高窟中说过 石窟的壁画呢,大面积的使用到了青金石 这种画法呢,传入中原之后就被中国画所吸收 其中,展子谦的游春图是清绿山水的最早记录 唐代李昭道的明皇姓鼠图 标志着清绿山水的变革完成 到了北宋这幅千里江山图 就意味着中国清绿山水发展到了巅峰 这幅画可以分为六个部分 每部分都以山体作为主要的描绘对象 各个部分以长桥或者流水相连 使各段山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 融为一体,达到这种不移景仪的效果 画面以无人机鸟看的视角 拍了一幅360度的全景照片 下面花翔儿就带你走进这幅画 当这幅画被放大后呢 精妙布局展示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咱们要仔细的看哦 开篇远处就是一座大山 随着镜头的慢慢的拉近 出现了一个小村庄 其中两个人还在村口的亭台上聊天 村口有一座桥 这造型像不像现在的网红桥呢 桥面上有个老汉赶着一头驴过桥 这一下子就让画面充满了生活气息 这里咱们要标记一下 回头还要说到的 通过蜿蜒的小路来到了隔壁的村庄 这个村子呢明显富裕了一些 房子和篱笆都相对比较结实和复杂 再往前才知道原来啊 这里是个码头 将往来的商骨行人送到河对岸 所以呢这里就附属了一些 第二部分呢 就来到了河对面的小渔村 江面是骤然开阔 这部分画面充分展示了前面视频 早春图说的国画中高远平远深远的技法 高远呢就是大山之高 平远呢是江面之开阔 深远呢就是层栏叠杖的远山 包括江面远处的小房子 刻画的也是细致入围 我用比例测量了一下 远处呢这个房子的高度也就是0.2厘米 画的够精细吧 因此呢青绿山水在中国画中也被叫做写实绘画 山脚下的小路呢通往了一个大户人家 你看这家的房子的风水多好啊 半山腰中三秒环山的海景房 住家呢一定是非富即贵 再往前走就是这幅画的一个小高潮 一座跨江大桥将画面的二三部分给连接起来 这幅画很多人认为是描绘的南方颇阳湖的景色 这种带有垂轰亭的长桥呢 在米福的属苏帖中有记载 不成想呢在千里江山途中就看到了实景 从时间上推算呢 米福和王熙梦两人有可能还相互认识呢 第三部分的山体更为磅礴 虽然是写实的青绿山水 但是虚实关系拿捏的还是很到位的 山脚和山中的村庄呢是兴罗起步 高级前后变化多端 有意思的是 瀑布的顶端呢 有两个人坐在小亭子中 听着隆隆的水声 对坐饮茶作夫 过着神仙般的生活 再往前面呢 第四就慢慢的平坦了 岸边停靠着渔船 岸上呢长满了柳树 这里呢也要标记一下 一会儿还要说到的 第四部分是整幅画的画颜所在 一座大山 威延屹立在画面中央 巫一格高耸 是不是让你想起了放宽的西山行旅图 中风鼎立的巨碑式的构图了呢 网上呢是仰视大山堂堂 中间平室有宫殿 亭台楼阁 下面呢是居民和商旅行人 这就是国画中的继承与发展了 既能找到前人的痕迹 但又不是绝对的抄袭 这部分呢有两个很好玩的地方 首先是主风下面飞流的瀑布 形成了一个水帘洞 三个小朋友呢 在这里面细细玩耍 很像我们现在去的景区 在自来水的瀑布下玩耍的样子 山脚下建起了一个水墨 墨坊呢是横跨山西 巨大的立石水轮 带动室内的墨盘转动 结构是细致准确 据记载 在宋朝初年 朝廷便舍立了水墨坞 观影的水墨呢 是国家税收的重要的来源 这幅藏于辽薄的山西水墨图 可以清晰地看到宋元时期水墨坊的结构 也表现了当时经济的繁荣程度 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 有蜿蜒的江水隔开 曲折的河岸小径 不禁让人想起了山路十八弯 再往前走呢 山势距平坦 江面也是逐渐的开阔 渝州点点江水动势 远处的群山绵延起伏 这种绘画风格呢 在南宋的时期 逐渐形成了江南风的样式 第六部分承接了 第五部分相对比较平坦的丘陵地势 江水和村庄呢 也变成了上下的布局 与前面密集式的布局 形成一定的对比 有意思的是 这个小朋友带着小狗在草地上玩耍 这小狗奔跑的动作呢 是唯妙唯肖 画面脚尾处是一个凸起的大山 与开篇大山形成完美的回应 这基本上就看完了千里江山图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还记得刚才咱们标记的两个地方吗 一个是网红桥 一个是岸边的柳树 这也是这幅画在绘画技法上 被后人诟病最多的地方 同样是桥 同样是金绿山水 咱们来对比一下南宋赵伯鞠的江山秋色图 你看这幅画的桥的下面 有木梁搭成的弓形结构 明显要稳固很多 还有这个相似的简易桥 也是有厚度和结构的 咱们看看千里江山图这个桥 是不是感觉四季风都能给掀翻了这种的呢 包括桥上这个赶驴的人 在台北故宫江深的千里江山图中 驴子试图挣脱老汉手中的缰绳 这把倔驴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这幅画呢略显平淡 江深的千里江山图是南宋时期的作品 虽然王西梦的千里江山图是画于北宋 要早于江深的画 但实际上江深这幅画的名字 要比王西梦的千里江山图名字确定的要早 这个呢后面会说到的 如果说桥和驴的画法是人者见人的小问题 那么这树的画法呢绝对是个大问题 你看看这一棵棵树 是不是像儿童画呀 同样拿赵伯鞠的江深秋色图和江深的千里江山图来对比 人家的树干是富有变化的 树根呢也是长在地上的 而王西梦这幅画的树干呢 就像穿了一个大胶鞋 浮在画面上的 咱们不怕不是货 就怕货比货 这样一笔呢 你就能看出差距了 那这就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 这幅画是不是一个人画的呢 这幅画的山水的画工 都是出自绝顶的高手 而画术的功力呢略显一点漏了 讲道理 以宋徽宗的审美能忍受这样的作品吗 于是人们便追寻这幅画的传承 这幅画的提拔呢是蔡经写的 是奸臣里面书法写的最好的那个 是他记录了西梦18岁的时候画了这幅画 但奇怪的是宋徽宗的宣和画坡中并没有这幅画的任何记录 就连宋史中呢也没有关于西梦这个人的记录 其次呢这个提拔明显是裁切之后有表过来的 你看这个章子就剩下半拿了 关键是这个拔里面说的是西梦 而不是王启蒙 这是怎么回事呢 顺着这个疑点呢 咱们再看后面的提拔 这个是元代和尚普光写的 看完之后呢也会吓一跳 首先是他说他在15岁的时候得到了这幅画 看过了100多遍 看到这里是不是很炸裂啊 要知道普光是5岁出家的 也就是一个15岁寺庙的小沙迷 却拥有这样一幅剧著 最要命的是提拔中居然写的这幅画是丹青小角 我了个去 这是见过多大视频的人呢 将12米的长卷居然写成丹青小景 因此呢这段拔文的真实性被严重的怀疑 逻辑不同意思也不同 基于以上的判断 人们开始怀疑这个提拔呢 是从另外一幅画中给粘过来的 在古代拼接提拔是常有的事情 前面视频北极教书图中 画面中明明描绘的是四个人 但提拔中却说床上坐了七个人 这个提拔呢是从另外一幅北极教书图的 临摹版本上揭表过来的 因为每个临摹者呢都会加入自己的创作 所以画面的人物会不尽相同 继而呢人们开始研究这幅画的传承关系了 在相信画面的提拔和盖章都是真的的前提下 梳理出来这幅画的收藏脉络 首先是宋徽宗将这幅画赏赐给了蔡青 在南宋宋礼宗年间又回归了内务府 到了元代就归普光和尚收藏 清朝初年为梁清彪所得 在梁清彪这里呢出的幺蛾子是最多的 梁清彪得到了这幅画 就让自己的好朋友宋洛来看 宋洛这个人呢非常的神道 据说通过闻纸和墨的味道 就知道是哪个朝代的 还知道是真是假 是当时收藏界的大咖 看完后呢他就写了一首诗 诗中有句先河供奉王西梦 从这一刻开始呢 西梦就叫王西梦了 还有一句尽得意图身便死 意思说王西梦画完这幅画不久便去世了 这宋洛和王西梦相差是五六百年呢 他又是如何知道这两件事情呢 至今是个谜 因为没有任何史料来证明他所说的 到这个时候呢 这幅画还没有正式的名字记录在案 然后呢梁清彪就将这幅画进封给了清廷 到了乾隆手里呢 他就例行的在画面上提诗盖章 特别是这幅画经历过宋徽宗之手 那就必须给表现一下 提笔写到 江山千里忘无淫 元气临里运一神 这首诗 后人呢就根据这首诗 将此图起名为千里江山图 这首诗的最后 还不忘记讽刺一下宋徽宗两句 说他不会用人 包括在清院版的清明上河渡中 他也写道 当时跨欲大 此时探徽秦 凡是和赵基沾边的话 他都不忘记贬低一下宋徽宗 后来呢 这幅画被溥仪带出皇宫 建国后呢 又被收回 目前藏于故宫博物院 这幅画的履历呢 相对比较简单 从时间上看 最大的疑点就是 这幅画在明朝销声匿迹 毫无声息 这很难说得通啊 不像其他画 出身 履历 收藏印章 都是传承有序的 提拔中的读后感呢 也能给画面中是 一一对应的 而这幅千里江山图 从08年奥运会高调亮相 到2017年 故宫博物院公开展出 就受到了各种质疑 包括花的作者身份被质疑 提拔被质疑 传承被质疑 绘画技法被质疑 当然这些质疑呢 还真不是矫情 说的都是有理有据 但回过头来说 在绘画历史上 巴拉来巴拉去 还真没有一个画家 能够称得起这幅画的 不像前面说的 西山情远图 很多人都在质疑 这幅画是不是夏规的作品 但看看夏规的话 再看看其他人的话 还只能是夏规 称得起这幅西山情远图 但这幅画调诡的地方就在于 西梦是故品 王西梦呢 也是故品 蔡经的提拔被裁过 普光的提拔呢 貌似是说的另外一幅画 梁星彪邀请好友宋洛 写的一首 不能正伪 也不能正真的 王西梦传奇 这一切的线索呢 似乎都在指向这个 祥清的明代进士 梁星彪 具体他对这幅画做了什么 我们无从得知 即使存在这样那样的疑问 是什么原因 还能让他成为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了呢 首先呢 这幅画的整体的构图和气势 绝对有皇家的风范 包括山水的画法 颜色的蕴染 绝对是青绿山水中的 扛八字作品 其次呢 这种花花绿绿的 颜色丰富 又写实的风格 极为适合 普世的审美去向 不像《富城山剧图》 这样的水墨作品 一般人看完都说 这画的什么呀 给我个三五天 我也能抽抽点点的 给它搞定了 最后呢 加上王西梦 是18岁完成的这幅剧著 然后就离世了 这不禁让人扼腕叹息 增加了很强的传奇色彩 前面也说过 千万不要认为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 就是画的最好的师傅画了 这些画呢 有的是有历史价值 有的是有社会价值 有的是有艺术价值的 但总体来说呢 有两幅画的热度是最高的 首先就是青绿山河图 这是一个城市的风俗画 满眼的小人小建筑 谁都能看得懂 怎么着也能平头论足一番 另外一幅呢 就是千里江山图 看完之后呢 一般都会感叹五个WC 被这种大幅的彩色的 写实的山水给震住了 巧的是 这两幅画都出自宋徽宗主政时期 从这里 咱们给宋徽宗召集点个赞吧 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幅画的第三个场景中 村口有这么一个建筑 周围还种着几棵树 你知道这是做什么的吗 另外这幅画里描绘了很多居民和村庄 但是有一个生活必须的场景没有画 你知道这个大bug是什么吗 我是华小二 连赞关注了解名画背后的故事